国有城西城四方 城有军西人一场 尘重能兮为东凉 君有后戏赤正方 字节手段出落榜 女一角牛钟惶惶 染命一戒君子女 是请凭你百姓康 未愿我能一日为期 从今从小五四复礼 为父子情与内 为父十度于心 世情欲处无数理 但愿无能尽皆其余 一军一副 无有担心 山奈君的指数 名为天下根基 为此还平临 上个月在一凤阁 最新来看着辉柔的画 说姐姐画的是蛆蛆 辉柔告诉她 那是精灵子 长得跟蛆蛆不大一样 但是名声比蛆蛆好听 随心来 便想极客去抓之活的 但是那天她的师妹背下来 要罚钞十遍 便只好罢了 所以官家 让陈带给小皇子的 带鸡阔能发出生的金丝虫 就是精灵子 这个小金虫 可是朕专门命四天剑 制造关天仪的巧匠所致 能动 能发声 但是你可千万别说 是专门感知出的 这么个贵重东西 就说朕是恰巧在库房瞧见了 拿来赏他玩的 臣明白了 官家是心里疼小皇子 愿意让他开心 但面上却不得不严厉些 把小皇子浇灌着长大 以后撑不起天下 你跟着朕几年了 见的 学的 已经比两三年的金官 都多得多了 但是你的心思 却如从前那般 朕没看错人 贵极 朕已经跟人手中说了 升你为高班 找个好日子 就搬到夷凤阁去 从此专心伺候罪行来 怎么 不愿意吗 不 臣不敢 臣以后定会好好伺候小皇子的 臣 朕懂 你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 所以朕要让你陪着朕的儿子 一辈子疼他 护着他 有时也得劝着他 这也不愿意 那 embody 那儿你 那不是 辈子疼他 不愿意 不愿意 就这么闻事了 再来 又最主要的 还是承讯他 他没闻事了 这些人 这些人 我们好大 来看看 那才放心 碧涵知道 替前朝的事事犯了大机会 他还是想求求官家试试 这别的夫人们 眼里都只有皇后 但是薛氏夫人却肯跟我好 又陪我吃饭 又给我做好吃的点心 我这几天心里烦满了 就叫他进宫来陪陪我 若是官家把王贡臣给斩了 那他定然活不下去了 那我便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国朝何曾斩杀过大臣 那若是官家把他贬出京城 倒个什么荒山野岭去 那这薛氏也不能常常入宫来啊 官家 毕汉能不能求求你 别发落王中成了呀 你看 他也是卫公 也是卫国 也是耿治感言呢 再说了 那也许 也许范仲淹他就是偏袒了 欧阳修他还一直信害王中成 还有那姓藤的 也没洗刷滥用公寓前的嫌疑啊 直辩一关就是清了呢 你还不得很不许范仲淹 我许范仲淹 你能不许范仲淹 你不懂朝政不许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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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要一朝政 我才不要一朝政 我只是想给薛氏的夫君求情 我只是想给薛氏的夫君求情 那就是让朕逛私情 那不会出京 你放心吧 以后也不许再议论前朝事 更不许求朕 逊死害功 那关家这次是答应避寒了 不是说了吗 他不会出京 你若是烦闷了 尽可随时叫薛氏进宫陪你 但你也要答应朕 要尽量放宽心 把身子养好 怎么了 怎么倒还哭了 碧亚知道那位关家 没想着 关家不仅没骂我 他还答应 此事 此事 如你所说 王贡臣也是忠君之心 总之他不会出京 但是以后 你也不可再议论前朝的事 你喜欢薛氏 让他常常给你宽心 身子也好得快些 关家放心 碧亚现在信了 关家对碧亚是真的好 碧亚一定会把身子养好 我要一辈子陪在关家身边 那便是神仙厉鬼也带不走我 碧亚 掌缘 最新来热度退了些 现在睡得也还算踏实 可失误大碍了 苗娘子 我等分别诊证后 做了会诊 觉得小皇子还是热心入体 方才服了解热凝神的药丸 果然起了些效果 罗斯 不不不不 苗昭仪 小皇子年幼 病又来得及 方才热度甚高 现如今虽然降了些 可臣担忧 入宴后 热度再起 请昭仪 赐我们几副竹席 我们几个就在这儿 守着小皇子 快去准备 你回去睡吧 我不热 就在这儿等着 等着醉心来无碍就好 不困不困公主 我一点都不困 公主 公主 爹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爹爹知道罪行来病了 官家让臣给公主和小皇子 送几间小玩意儿来 怎么 小皇子病了 无机制的 无机制的 要对官家如此仰慕 怎会密谋疑惑之事 怎会如此 无限的 这是无限 我要抗辩 谁在害我 这是谁在害我呀 这 这是故意要置你和石仙 属于死地呀 官家一名 官家不会被蒙蔽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但是自古君王多疑 官家会不会 从此心里便有了疙瘩呢 夫君 范相公 韩相公可知此事 要不 我还是去和父亲商量一下 听听父亲的指点 不 我明日就入宫 去见皇后娘娘 静苏 你这是让官家 和朝臣们看着我劫胖荡 前朝 有身居高位的同僚好友 背后 有官居宰着的岳父 妻子出入大内进宫 你这是让官家 与六宫之主的皇后娘娘 过同甚命 这么一说 我傅婢 仿佛真的有 席时君王的脑奶啊 这可该怎生是好啊 夫君 夫君 范相公为滕宗亮了一遍 解救了他 但是 却越发地让那些 反对新政的人恨之入骨 范相公说过 新政一年约 冗官与财车禁办 算是小有成绩 如今 战事已停 正是力求稳定 兴奉农伤之时 而我等却力求 除恶无尽 拔掉贪腐之根 这去根之局 必定有大震荡之血 如今这些人 就是极力地夸大震荡之血 让官家看在眼中 就必定有大震荡之血 等败荡之城 那个案子 年约全都会有粉啊 要得的 相积 我都没落了 什么事都会有 谋反大罪 且认知求夫君 如今能先给几个孩子 想个退路 我明日便递上渣子 请他要出境 为彻底地割出逼政允政 而引起的怨恨 逆反和仇恨 我也是才刚明白 武艺不冤 国朝臣党 百姓离国 你不冤枉 慧柔 你看 这镯子和坠子可真是别致 不就是你上月 开始学画侍女的时候 自己琢磨出来的样式吗 你爹爹当时说你乱话 说规格不对 其实他早就记在心里 专门找人给你打了 现在送过来给你 不是专门打造的 怀季不过是传了爹爹的话 说是福宁殿那是高班 整理库房时 碰巧巧见的 你爹爹如此说 那便是如此吧 只是好凑巧啊 你喜欢的 最新来喜欢的 福宁殿只要一搜库房 就总能找到 可是弟弟病了 刚才还在念叨想爹爹 姐姐怎就不能让怀季 去告诉爹爹请过来呢 你爹爹超市烦吗 你爹爹超市烦吗 现在皇后娘娘也亲自下旨 连长院都亲自过来了 最新来也好些了 再说 再说爹爹在萧阳阁 怀季没说 但宫里所有人都知道 这书役爹爹已经把翔伦阁 到傅宁殿了 灰柔慎言 这岂是你一个小姑娘 该议论的 娘子给太医们的软塌点心 准备好了 不能说啊 广季 今晚长院要带着两名医官 在这儿守着最新来 我要过去招呼 你便替我陪陪回柔吧 是 别走 公主睡不着 想去添一些安身的香 哥哥别走 公主 不可以这样叫 哥哥 那公主先把眼睛闭上 臣不走 可是闭上眼睛 就感觉不到你在陪我了 公主把眼睛闭上 臣可以被公主说话呀 怀姬 你为什么入宫呢 因为我家里穷 什么是穷呢 穷就是 就是没有钱 可我也没有多少钱呀 姐姐每天只会给我十二个铜钱 若是我破钱输光了 她就不再给我了 要是我赢了 她就把我所有的钱 都赏给和我玩的人 最后还是没钱 那我也很穷吧 不是这样的 公主 穷就是 吃不饱 穿不暖 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每天就只能吃芋头 可是芋头很好吃呀 那次我饿了 我们去厨房锅找的芋头 是最好吃的东西 我以后要天天吃芋头 就比如 你有一件东西 你有一件东西 但是别人却没有 她们又很需要 那就可以说 她们相较于你 是穷的 你看 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衣裳 但是公主的小丫头们并没有 那就可以说 她们相较于公主 就是穷的 我好像有点儿懂了 就是说 别人有很多衣裳 很多芋头 而你们家 没有那么多衣裳给你穿 也没有那么多芋头给你吃 所以 只能把你送进宫里 算是这样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秋何比我穷 因为我有大把玩儿的时间 而她 这整天都在干活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鱼娘子比我姐姐穷 因为姐姐有照一名号 而她 只是鲸鱼 月钱和洁青历赏 多美姐姐多 那么 张娘子和娘娘呢 你说她们谁更穷呢 张娘子想要皇后的身份 而她没有 有一次 她在她的车上 想用皇后仪仗的红伞 增加病危的数 到皇后的定额 结果 被大臣们骂死了 可是爹爹经常去 张娘子的歌中啊 现在 更是每日都在那 张娘子 是失去了四妹妹 可娘娘 连有都没有过呀 这么说 还是给娘娘更穷 公主 快睡吧 罢了 张娘子也很穷 我 两个妹妹相继去了 爹爹也很穷 他想做的事情 大臣都不让他做 真惹不起他们 真惹不起他们 怀季啊 你错了 并非只有圣君才有孤寂 所有不想断送江山的皇帝 心中 都有孤寂 都有孤寂 有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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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醉心来怎么样了 已经退了热 却越发得不精神了 早上喝了两口之后全吐了 娘娘 娘娘子 昨夜 官家让怀季过来给辉柔和醉心来 送几件小玩意儿 我这边陪着醉心来 又招呼着太医 辉柔也跟着担心 我便让怀季陪了他一晚 官家最近身体可好 官家身子康健 只是国师繁忙 日日见大臣看闸子 都过了虚史 官家日日看闸子时 都是你在身旁 虽然不用你伺候起居 平时批改闸子 处理公务时 你也多留意一些 官家喝时渴了 累了 廖子他们也是极细心的 若是官家连续一个时辰 都在砖煮渣子 他们必定会想办法上些茶水 点些梅子 或者逗官家说几句闲话 官家果然没看错你 娘娘 苗娘子 臣有一事要禀报 rester了 娘子今天气色好多了 我乔治病呀 很快就能好起来 心里想通了 自然就舒畅了 官家对我好 我便是为了他 也要快点好起来 那感情好 把之前 不开心的 难受的 统统都忘了 咱们以后呀 不能忘 如果统统真 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请太医来看看公主 娘娘 这个包昨天就有了 应该是草地上的小虫丁的吧 一开始有点痒痒 后来就不痒了 今天早上婆婆给我梳头的时候 怀疾看到就很紧张的样子 你是个姑娘家 一点点叮咬没处置好 万一留下斑痕便糟糕了 怀疾的信息是对的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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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是发觉 这不是普通蚊虫咬的 是皮虫 咱需立即让人回医官院 送来取虫杀虫除毒的器具 去吧 去吧 父亲论得有理有据 朕义认为契丹如今雨下 剑拔弩张 并无可能同下一起 联手进攻呆儿族 若此时贸然在边境囤兵 反而中了诡计 这官员应兵 范秦上陕西八市 朕身以为然 昨夜反复私存 边境战事出修 百废戴心 确实需要一位中职赤城 兼任不拔 又富有制边经验的能臣前往 思来想去 范秦是不二人选 官家所言虽急事 但是如今朝中事 已处处倚靠范相公 骤然外调 朱氏怕是会失了头血 上上 臣以为苏顺兴所言急事 这事有轻重换急 这 新政 这 是有轻重换急 但国朝之广沙 更有地基塔顶 边地宁 是举国安的基础 举国不能安 还谈何新政呢 臣领旨 西文 臣定不负官家厚望 敬月来河北灾疫频发 需要济中潜能的大臣 前往巡府 父亲 你多次出使契丹 捍卫国威 在边界省极有威望 你可愿前往 臣遵旨 臣遵旨 既有灾疫 最怕动乱 应及早治理 臣愿明日一早 便轻济俭从 赶往河北 御史忠诚 王拱臣可在 到了 未敢进来 待罪在外 等着官家宣赵呢 未敢 既能弃朝廷的官服官帽 白衣批发绝食的明智 还有什么好怕的 那 那官家 若今日穿戴整齐便进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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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虫子拔出来是不是就没事了 身上还会不会有啊 娘子 刚刚我与陆思已经查看公主全身 再无其他 这可有毒啊 此虫附着吸血 同时会释放出毒素入体 在当时跟麻药一样 因此公主无甚感觉 但是毒素入体 这可大可小 有的让人大病一场 有的无外乎疼痛几日 弟弟没事吧 我们俩一起滚在了草里 快去仔细查查 醉星来身上有没有 不止耳后头皮 包括腿跟丝处 会不会也被皮虫给叮了 是 是 官家 臣一时钻了牛角尖 失于偏激 做出了让官家为难的癫狂之举 实属大罪 干受官家责罚 官家 臣虽然罪大当诛 却也是不后悔的 这臣的偏激之行 使官家厌烦 使同僚耻笑 但能让官家 再重新定夺滕宗亮之罪 臣受任何惩罚 都是值得 谁 你不是偏激 你是因私怨害公事 你不是偏激 你是因私怨害公事 滕宗亮此案是轻判公平 还是重判公平 朕今日不想在此多啰嗦 朕却只想告诉你 古今多少自诩清高的文臣 最终都毁在孤民调狱四字上 你且好自为之 今日就这样了 散了吧 臣妾见过官家 梵中阴影复辟都将出京 芝蓉已颇有成效 历史意见成效 如今财与彻有的该停停 有的该缓缓 臣妾觉得 官家以财与彻置贪腐戎正在前 便如清理脏屋一般 待大智开出了大片干净的地方 便可经营着 余下没清理干净的地方 且慢慢清理 他们想根治贪荣的心朕明白 也懂他们忠诚为国之心 但是如今以怨气鼎沸 再以为严整下去 怕是要动祖宗家法 朕确实是怕 朕的心中重农重伤是修养生息 而立功学 助思学 是开民智续文脉 滋养中华千年血气的精髓 哦 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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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apo 老 Kir 老 老 伯伯 老 朕仿佛只记得你穿礼服的样子了 这一年官家裁撤荣元 处理边事 让官家辛苦了 臣妾也不愿意打扰官家 让官家分心 谁而打扮人问一问官家身边人 知道官家一切都好 臣妾也就放心了 皇后确实常常让朕恼火 但却从不曾让朕从国事上分心 让官家生气是臣妾的罪过 朕是说皇后若有空过来 并不会妨碍朕操劳国事 也不用派人过来 叮嘱朕身边的人 得不愿意 官家 臣妾今天是 所以今天怎么不怕打扰朕 到垂拱殿外来等着朕 朕猜猜 难道是涛涛和聪氏的亲事定了 合而坐不住了 你俩替辉柔相中了哪家的孩子 官家 罪新来怕是染上了疫症 辉柔虽还没见病状 但太医说 也许许是晚些时候也会起病 一招 慧柔和聪氏来 怎 怎么会染上一招 他俩在园中玩的时候 被吸血皮虫盯上了 官家可还记得 臣妾的四伯 在天盛年间 曾经在军中也染上次病 当是军中染病者过半 天生 天生五年 那一次 军中五千人 染病过半死者过千 你说是 说是皮虫唯美所致 太医说 被皮虫盯上了起烧 也未必有如天盛五年那般严重 也许 也有如普通伤寒那般 过几日便好了 但是 染病者可直接将疫病传给 同隐同食同寝之人 因此臣妾下令 你为何不早说 当时在锤拱殿 臣妾觉得罪行来可能染病一事 不宜在此时 让前朝大臣得知 也许只是虚惊一场 若是传开了 恐怕会引起风波 官家 臣妾来 就是告诉你 不能进一封阁了 万一灰柔和醉心来 真的染上了疫病 官家 官家 臣妾秉奏之后 自会搬入一封阁 和苗昭仪 一起照顾惠柔和醉心来 但官家深系设计 不该有丁点冒险 那是惠柔和醉心来 他们是我的骨血我的命 官家是 住嘴 朕不想听你们说 朕是天下的君王 朕是官家 朕也是惠柔和醉心来的爹爹 我要去看我的儿女 你让开 臣妾愿以性命立世 全心照顾公主和小皇子 轻味汤药 若他们有什么闪失 臣妾任由官家责罚 我 曹氏丹淑 唯后多年 并无所处 若黄章女二皇子照顾不周 懈怠职责 自然该废 这份诏书臣妾写好了 放在官家手中 若公主小皇子 活活泼泼地康复 平安无事 官家便烧了她 如若不染 便照此除之 你这又是何苦 朕何曾不信任 朕只是 官家只是爱子之心 焦虑难溢 但是臣妾无法替灰柔和醉心来病 也只能如此 官家废了臣妾 可以立刻再选一位皇后 但是官家 官家若与醉心来一起染病不起 膝下方妮 范仲淹复辟正代出京 时父谋反流言四起 此事 是 谁能替官家 稳住前朝 见谷 愿苦 愿苦 虽无好酒来见刑 却也是要来送送你 小皇子昨夜丑时 突然悄躁 不能入眠 今臣雅银出血 后背又有少量的紫色疹子 臣认为 却非鼠热 而是皮虫钉路 传入的疫症 小皇子的病 发觉得应当算及时 而昨日安神退热的药剂 也不算与此病治法相佐 是是 不过小皇子年级又小 起病疾周 依然十分凶险 公主那边 现在依然未见发病 却也不能确定 是否晚些时候会起病 如今还不能确定 至少要三五日 伺候小皇子的宫女 需要特别小心 如今眼时 要与旁人区分开了 一切请长院安排 需要调宫女和内侍 过来的话 需要多少 也请长院给个数目 我立刻让人手中去办 炼你裙子无瑕 庆我先已辱马 四方成立 十里灼灼桃桃花 春风如梦覆开记忆的沙 共成为恶珠门记 过境繁华 同迎一场苏黎花 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花 半生树林 一世知己 与你相守出门离 春花秋时 都来秋去 与你相伴枯成冰 来生不作龙冲阳 凡飞绿流体洪花 放歌许从旧 世子之首同归家 爱生可作双飞烟 爱生可作双飞烟 也为你忽出于一身 风光年生生起 雨 中心尽品秀若曼 浮生长恨换云兴